這名男子坐在餐桌前拿著筷子 卻一動也不動 他瞬間木頭人食化了 店家發現他點了餐 拿著筷子卻一直沒有用餐 上前查看嚇壞了 以為他中風了 趕緊求助 你幫我緊張 你幫我緊張 他好像有一點 就全身僵硬了 滴血糖 他現在救護車在幫他弄那個 救護車到了 店家以為他中風 其實是因為滴血糖 警方到達之後沒多久 救護人員也來了 救護人員先幫他補充葡萄糖治療 緊接著送往醫院 沒多久這名男子就清醒了 他清醒之後表示 自己的記憶是 當時要去用餐 隨即卻斷片一片空白 等到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醫院 對於因為滴血糖定格 完全沒有回應這一段 記憶完全空白 真的是斷片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